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神是愛 打開你的心告聲揚 神是愛 把它告訴的地方 他创造天空和了深海洋 他创造飞掉和了蜜蜂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 因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神是爱 打开你的心境生涯 神是爱 他愿是人直到他 他创造玫瑰和那满腾肠 他创造树木和那心善良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 因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以神是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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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和万物都炫耀 神是爱 他愿是人分向他 他为是丧人预备 他为是丧人预备 生命路 用他大难的手来拯救他 他早已且为你和我 因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各位家人平安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圣经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新的早晨 祝福大家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有新事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做新事的神 主啊 是的主我们期待 我们渴望 今天有美好的事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因为你是做新事的神 我们感恩 谢谢你 主啊 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今天灵修的进度来到了 以善亚书44章9到28节 每年的标题是 上帝卓越的工作 从昨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这个身份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们都是王子 都是公主 我们若忘记了这个宝贵的身份 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在今天的经文中 神更进一步的要告诉我们 神和虚假的偶像 最大的分别是 神是真实的帮助者 神是伟大的创造者 神是亦许有不改变的 而这些虚无的偶像 常常看起来充满了帮助的诱惑 当我们尝到甜头之后 就会渐渐上瘾而无法制拔 但实际上是包装唐衣的毒药 最后的结局就是虚空一场 一无所有 但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只要我们真心悔改 因着拜偶像所有的损失 亏损 瑕疵 都因为神的拯救 并能使我们哀哭 变为跳舞 化咒诅为祝福 家人们我们都要知道 无论我们是处在何种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的人生光景中 神对我们处在任何状态的人 都有他巧妙和意想不到的救赎 应许还有恩典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有三点来学习 第一 拜偶像是虚空一场毫无益处 这在九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制造雕刻偶像的净都是 净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 无所知晓 他们便觉羞愧 谁能制造神像 铸造无益的偶像 看哪他的同伴必都羞愧 功架也不过是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 他们都必惧怕 一同羞愧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 用锤打铁器 用他的力的宝贝锤成 他饥饿无力 不喝水而发卷 木匠拉线又笔画出样子 用报纸刨成形状 用圆齿画了模样 仿造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 好处在房屋中 他砍伐香薄树 又取座树和橡树 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 他栽种松树 得与长养 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 他自己取些烤火 又烧着烤饼 又且做神像跪拜 做雕刻的偶像 向他叩拜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 把一分烤在烤肉吃饱 自己烤火说 啊哈我暖活了 我健火了 他用圣下的做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他向这偶像俯俯叩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我们不知道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行物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 在炭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肉吃 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证的物吗 我岂可向目批指叩拜呢 他以灰为石 心中昏迷使他偏邪 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 9到20节主要的内容讽刺偶像 纯属虚空 在第9节一开始 神就明白的告诉我们 偶像都是虚假空洞 毫无意义 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制造偶像 敬拜偶像 10到18节描述制造偶像 得工厂击败偶像者 无知与矛盾 偶像的本质就是 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技巧 知识来造神 12节这边说到 制造偶像的铁匠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吃饭 他们需要喝水 如果他们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他们就饥饿无力 这么软弱 有限的人 所制造出来的偶像 怎么可能有能力呢 第13节又说到 木匠制造偶像 费尽了新师设计 费寝忘食的工作 结果还是要住在 人所造的屋子里 受到保护 这样的偶像 怎么会有能力呢 接着14节又说 偶像的材质 是用神所创造的树木做成的 这样的偶像 怎么会有能力呢 15到27节 更生动的讽事 偶像的愚蠢 一棵树可以一半被做烤火的木材 一半被做成叩拜的偶像 偶像的功用和木材是一样的 木头既然无法拯救自己 免招烧毁 人又怎么能向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神呢 这么明显不合逻辑的矛盾愚蠢 人居然相信拜自己造的偶像 人真的很可笑 很无知 真的是至欺欺人 接下来18到20节说 人若想要做 制作聪明当神 耶和华就闭住他们的眼目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让人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付出代价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晃 所以我们要警醒 不要被各式各样的偶像蒙蔽了双眼 陷入虚假中 有时当我们看中别人的眼光 超过神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倚靠钱财所带来的安全感 大过神的时候 或者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安全感 大过于神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 或者我们追求任何的目标 超过追求神的时候 这都可能已经在拜偶像了 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一颗明辨的心 单单敬拜那位智友拥有的神 祂是创造的主宰 祂是独一的真神 配得我们敬拜赞美 家人们我们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选错了就制食恶果哦 好第二个点 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救赎主 在21到23节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21节 雅各以色列亚 你是我的仆人 要记念这些事 以色列亚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22节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伯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23节 诸天啊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 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必要因以色列的荣耀至己 我们从21到23节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虽然一而再 再而三的让创造他们 和栽培他们的神失望 导致国家走向灭亡 人民沦落被辱至一帮的命运 但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 我必不忘记你 说实在的 我是做医治释放的 我真的无法想象 神居然不忘记那些背叛的人 在心理医治的个案中 处理背叛的伤痛 通常需要花许多的时间 有时候走出来了 日后也要学习如何与人 建立信任感与安全感 医治恢复的旅程实在不容易 这样的黑历史没有人想要记得的 但我们的神不忘记那些背叛的 背叛他的以色列人 神的信实怜悯真的太伟大了 以赛亚书49章15节他这边说到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哪我将你明刻在我掌上 你的城墙藏在我眼前 有时候当我们遭遇患难 或我们的理想破灭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被社会 被家庭或者是朋友遗弃 但上帝不抛弃我们 他说我将你明刻在掌上 这是莫大的鼓励啊 显示他深爱我们的一切 他乐意保护我们 使人们弃绝了我们 即使人们弃绝了我们 上帝永远不会离弃属他的儿女 求神帮助我们 常常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忘记 神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常常在他 同在与保护的里面 接着二十二节说 以色列人虽然多次得罪神 为自己制造偶像 拜偶像 离弃爱他的神 但神却愿意等他们回头 涂抹他们的过犯 呼吁他们当归向神 他们必要从贝鲁之地救回来 以色列的百姓真的很蒙福 因为神的应许必不落空 接着二十三节 以赛亚确信神的救赎恩典 就抑制不住得救的喜乐 他就向世界所有的被造物宣告 邀请他们要进入怎么样 赞美的队伍 以色列的百姓要向拯救的神欢呼歌唱 天地也要为神所成就的美好的事欢呼歌唱 地上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向我们的神欢呼歌唱 因为他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与爱戴 在我们当中你领受救恩的家人们 我鼓励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你要向神发出赞美 当夜晚休息的时候 你要向神献上感恩 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这边说到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受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纯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阿们 好第三点 宣告神的应许与救恩 在二十到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二十四节 从你出胎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二十五节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败 使占卜的颠簧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 二十六节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 必有人居住 论到犹大的诚意说 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 又对声音说 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河 论到古列说 他是我的木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陛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以赛亚宣告神的三个应许 第一个应许在二十四节 他曾照以色列出胎 他遭选亚伯拉罕 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 因此他不会忘记以色列百姓 他也不会使以色列灭绝 第二个应许他创造了整个世界 他是世界唯一的造物者 他不需要同伴 他也不需要谋士 他可以独自完成 救赎以色列的计划 第三个应许在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他也预言了未来 他要使那些民间的假兆头 必要失败失效 占卜的要癫狂 自以为智慧的人退后 他们的知识要变成愚拙 神使自己的仆人所预言的话坚定 使他的旨意成就 被掳的以色列人 他们得以从异地返回故土 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各诚意不再荒凉 一切的障碍都不能阻挡神的作为 即使深渊江河也不 也要干河 接下来二十八节讲到神的救恩 神预言他要救赎贝鲁的以色列百姓 要兴起波斯王古列来做这事 他称呼他为我的牧人 这个说法对以色列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一位异教的外邦君王 怎么可能称为神的牧人呢 神怎么会使用这样 不属神的百姓来成就他的旨意呢 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 他掌管一切 我们要相信神今天也可以命令 使地上的君王为他的国度效命 目前看起来中华民国台湾的政局 动荡不安 岌岌可闻 但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爱台湾的百姓 相信神在台湾有一个命定计划 我们要祷告台湾要进入神的命定 祷告台湾要成为亚洲的门户 借着祷告咬动神的手 挪转这个局势 相信神在台湾掌权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有一位姐妹 她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 她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 她的妈妈丢下她 她是外婆带大的 她去算命 算命的跟她说 你生来就带了许多的孽障 你这辈子都要来还债 这辈子你不可能结婚 你只能孤独到老 姐妹听到了就非常的害怕 她就开始很虔诚的吃树 烧香念经拜佛 但她越拜心里就越恐惧 越拜就觉得人生没有盼望 她不知道要拜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把这个债还完了 她不知道她人生要怎么样走下去 她的健康越来越不好 她常常失眠无法入睡 她也得了忧郁症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 有人传福音给她 她接受了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 她的生命开始翻转 她不用再吃安眠药就可以入睡 她的忧郁症得了医治 后来神也为她预备了婚姻 目前她养育两个孩子 神在她身上 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真的很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 唯有她是我们生命的答案 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偶像都是虚假虚空的 毫无益处的 唯有你是真神活神 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 你也是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答案 主啊让我们常常投靠你 因为你说 投靠你的一样好处都不缺 让我们更多更多的回转向你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行事为人 能够对齐于你 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你是我们的创造主 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答案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你 主啊求你自己造着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 主啊完成你的旨意 谢谢耶稣将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接下来我有感动 在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会有胸闷的状况 或者是你有鼻竇炎 或者是你有耳鸣的现象 或者是你有忧郁症 或者是你失眠 或者是你头痛 今天神的医治要领到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所有一切的 胸闷鼻动眼 耳鸣忧郁症 失眠 头痛的状况要完完全全的离开 疾病要离开 主啊是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医治的大能要尽到一切 主啊你这些疾病疼痛的地方 主啊是得主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边上我们得着医治 主我求你现在用你的钉横手触摸每一个 按手在他们身上的地方的疾病疼痛不舒服 主啊是得主释放你的医治 圣灵恩高高抹高抹更多的高抹在其中 主啊是得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主啊是得在这一刻我们宣告 我们得着完完全全的医治了 主啊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 我们必然得医治 谢谢耶稣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